真啊 杜司机 你这是阴沟里翻车 看得漂亮 听说你能力不错 那这样给你三天时间 你出几个方案给我挑 啊 好 小苏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一个美丽的小岛 岛上呢 有一个小学 小学里面有小孙老师 还有可爱的孩子们 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 你资助的孩子们 给你介绍一下啊 看这个 这个呢叫小美 这个是小孙老师跟豆豆 这个 叫山娃 小孙老师好年轻好帅气啊 可是山娃为什么这么黑啊 天天山上跑得晒的 插都插不回来了 坐下 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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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小姐 又来卖酒啊 成本控制得不错嘛 交通费都省了 雷总 你别耽误我 我还有正事呢 喂 喂 你好 我是 雷总 是你叫的代价 什么 要报订单号给你看看吗 不用了 那我再帮你重新叫一单吧 您这火我接不了 为什么 我叫一代价来一熟人 这不更放心吗 你放心 我不放心 怎么了 杜小姐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啊 你没事吧 你搂着我干嘛 你搂着我干嘛 是你搂着我的好吗 我告诉你你放尊重一点 我们干代价的可没有这种服务 要不然你自己自己走到车上去 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吵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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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做你们代价的 都经常碰到我们这种核弹的 抓着不三手的没 赶紧上车 赶紧上车 乐着干嘛 走啊 走啊 找什么呢 这车没有要什么 发动啊 脚踩着刹车 在那 按一下 我说你是代价了 我说你这位女司机啊 挂挡啊 你闭嘴 我说杜司机 您这开老年代步车呢 照您这速度啊 咱明早都到不了 你少废话 是你让我开的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 可以退单啊 那多不好啊 捡得我多没心胸啊 你说是不是 哎 像你这样 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司机 不多吧 我一碰到色狼怎么办啊 你们上岗前 是不是都有做什么防狼培训啊 照您这蜗牛速度 等一是半会儿也到不了 闲着也是闲着 聊会儿吧 啊 海狼 后年你就够危险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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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啊杜司机 你这是阴沟里翻车啊 看得漂亮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车太高了 我刚才都没有看到 这儿有一马路牙子 我也没有看到前面有这么一个花坛 我得趁着头看 你这车太高了 你再衬衣给我看看呗 别找借口了 报警啊 找拖车吧 要不是刚才你跟我说话 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能 我 我现在先报警打拖车 你别跟我说话 喂 哦 对 对 在青石路上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 啊 有一个银行大厦 好的 哦 好 谢谢 拖车说了 三十分钟之内可以到 耽误你的时间了 真的 很抱歉 哎 你干吗啊 不会是要哭吧 哭什么呀 没有 没有哭 怎么说哭就哭了 还真哭啊 我就是 我就是想干一代价多赚点钱 结果哭好了 把车都撞了 不是 我这也没说什么呀 你把我车撞了 我又没抱怨 再说了 我又没让你赔 你让我赔 我也赔不起 你说你们这些土豪 干吗开这么贵的车呀 早知道这样 我就应该退单 好 好 好 行了 你就别嚷嚷了啊 你再这么嚷嚷 一会儿警察都被你喊来了 等拖车吧 不对啊 你把我车撞了 你把我的林肯 当老爷车开 你撞在花坛上了 我没让你赔 你现在在这儿大哭小闹的 还要我劝你 为什么呀 该哭的应该是我吧 反正 我也赔不了 你自己看着办嘛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本来想开个车赚点钱 偏偏还碰见了你 这回当好了 我说你行了你 一天到晚就琢磨着赚钱 就为了那套房子吗 够执着的 那是他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我必须要拿回来 是你们叫做偷车吗 对 这边 是我 你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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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